何至算是最大黨呢? 是議席最多,還是黨員最多呢? 請問一下Erica 大家好像覺得你從來都是C版 突然跳到A版 你是不是一直都是冷眼旁觀 還是忽然民主呢? 我覺得這件事我不懂 我就寧願學識了,先混入、進入 但其實很難的 你要一直進入這個圈子,一直學 這一兩年意識到 Policy是影響民生 好像真的要出來做些事 逢星期六晚九點半至十一點 林宇洋、萬必、星洩醫生、馬草泥、劉翁 還有袁利明和近文芝 和你一起打造妄想最大黨 我反對林瑞麟局長你所提出的替補科網 因為他是剝削了我的選舉權 被選權、參選權 局長 你明白到現在香港的政制一直以來 都是問題很多錯誤的 五區總辭 其實都是那些願意有承擔的議員出來 為了幫助你政府 去了解市民的真正的議員 而出的行動 可惜你這個林局長 以及這些高官 為了賺取市民的血汗錢 根本就沒有心去為市民服務 反而變本加厲 故意推出這個替補方案 以壓制市民的發聲的機會 實不可恥 局長 我都有點懷疑 你的腦子真是超過常人的 我搞盡腦執 都不明白 你經常向我們宣傳 當我們選票 選的時候 要想起 第二個 叫契保的人 我問你 有一個曾特壽參選 有一個林公公參選 有一個孫綿養參選 我喜歡選孫綿養 因為我喜歡睡覺 那你教我 我只有一票 一個印 我怎樣可以同時 一個吸了幾個印 你教我怎樣選法 你示範一下給我看 林局長 以前有人退選的時候 我是有權去參選 還有我有權去被選 但是你這個替補機制 就令到我被剝削了 在97年前 我已經有了這個參選權 和這個被選權 但是你在這個替補機制 就剝削我 你這個不但是民主的大討罪 而且是違背基本法 是你通知我那些條文 我看了出來的 局長你應該現在立即 就撤回這個補替方案 我告訴你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Facebook 在那裏有寫 這個替補方案 就是鼓勵落敗的議員 就為了要補償 就暗殺那些議員 因為 林局長如果你做議員 我罰了你的時候 我就可以上回你的位了 你說 這個特區政府 提出這些 真是一個恐怖主義的制度 簡直你就引人犯罪 教輕明的 那些人就會在那裏抹黑 唱衰 誣告 尼巴 剛才我隔壁那位朋友 他就說 這個五區總辭 你們經常這樣辭職 阻礙那些事務 我告訴你 當這個有替選機制 那些議員 要應付這些無聊的事 都不知道浪費多少時間 他們更加沒有時間去做事 告訴你 總之 你這個替選方案 根本是離譜的 好戲在後頭 個個就血腥了 告訴你 我都不敢看下去 我現在問了問局長你 你現在這個替補方案 是否想嚇怕那些善良的參選者 而且是要給那些柴狼當道 相信 他早有日 這些柴狼當道的時候 局長你都是成為受害者的 我希望局長你為己為人 時間夠了 立即自燒你的提報方案 請坐下 是 你問那個問題有甚麼不好處 是不是 我要確定你的問題 想問我甚麼 你剩下很少時間 你… 我剛剛站起來 我剛剛… 好 時間夠了 有沒有搞錯啊 一分鐘還沒有 有沒有搞錯啊 你 你離譜的 麻煩你給我講 好 每個議員都是三分鐘的時間 我還沒回答 他回答了 我還沒回答 他回答了 為甚麼要讓他一齊問兩個 那他不是應該問我 你現在玩東西啊 現在是 我是主持會議的 請你坐下 現在誰玩東西啊 憲制派玩東西啊 請你坐下 時間夠了 你犯的事 我就告訴你 因為你補選的時候 你這個替選不是一個市民 是最高票得到的人 所以他不是可以代表我 好 請你坐下 應該是補選由我自己選 因為他我是落敗的 所以我要是要補選 你們幫我選擇 我選擇 要入備議 好了 開始今晚的 妄想最大黨節目 第四十二集 剛才大家看到 就是這個禮拜 Youtube 以社會新聞時事政治 那個category裡面 點擊是最高的一條片 二萬五千次 她就是戚肉真女士 亦都是吳太 你好 大家好 今晚聽了她上來 妄想最大黨 慢慢聽眾有什麼問題 都在checkroom問 剛才第一個 我們怎樣叫她好 吳太 吳太 你以為有些很流行的 前婆婆後 不要叫老闆 是啊 叫姐姐 因為叫珍姐 是不是 或者其實是青美珍 大家以為是青美珍 我是青美珍加姐 戚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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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網友問 剛才我們看到 你整篇演講 是不是有人幫你寫 有人教你的 不是的 我自己寫的 不過 我丈夫幫我 撿些字好一點 沒有人教 我想 每個人都是教 現在政府都是教我們 學著做壞人 我們現在 怎麼都這樣說 你教政府做人 現在我們教他做人 是啊 我現在教他做人 不過政府就教我們做壞人 我現在要矯正政府 要教他們做好人 還有 叫多些人出來 去對付這個政府 所以政府要做好人 他有一句很好 我覺得 他就說五區公投的議員 其實都是走出來 想教育政府 怎樣 更加能夠準確地掌握民意 我覺得這個看法是很好 是很好 你知不知道我是哪個學花 我跟朋友上訴庭 林鄭就說 土審可以幫助小業主打關 但是土審那裡 一出庭就要小業主 你互相都可以請律師 你互相 誰輸了 就輸了 輸了那個要給對方那些重費 這樣 然後這個小業主就上訴庭 上訴庭那裡 判他可不可以上訴 因為他就是對方要問他 拿成 不知道幾多百萬 我不記得 Exact幾多數字 的重費 那他賠了一些錢 就還給了地產商 那些重費 當時在土審 這個業主都說 根本他要來拍我層樓 要跟我說 他都是要做這些事情 要樓宇結構 那個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 要強白他 他是要做這些樓宇結構 很多 但是 對方這些 找了這些專家之後 就要這個小業主陪回去 是 不合道理 根本是 那他上訴庭之後 上訴庭的法官就說 告訴那個 對方地產商 你不覺得市民 給這個問題給你 去討審 或者告訴你 的情況是怎樣 你不覺得是幫助他們 去決定你們 應不應該去強拍他 那樣東西的嗎 那我就在這裡學到 就用了這個精神 去教大家 其實 我知道 吳太 我們雖然說 那天才真正認識你 但是你都關心了社會運動很久 是啊 是什麼時候開始 八九文文 哦 是 也是走幾十年 民主路 一步一腳印那些 是啊 那時候我還沒有白頭髮 那什麼時候開始 會站得前些呢 是 我應該兩年多前 就自己家附近 就 就 就 我去承規會那裏 做很多事情 走笛那些事情 發覺 政府裏面很多條文 很多事情 可能它寫得是好 都未定 亦都可能寫得不好 但是呢 無論怎樣都好 那個承規會 都是偏方那些地產商 那時候那層樓在哪裏 那層樓在哪裏 那層樓在少輝台 哦 灣仔 那後來怎樣 後來 在這個爭取的過程之中 我就拿市民的收集整個台人的簽名 都做到一個壓力 以及向外面的朋友 告訴他這件事 做了一個壓力簽名給他 他都可以由他要退出 因為為何會差呢 為何我這麼生氣呢 我們整間台 都把我當作這些樓 我覺得是一直線的 但是他就買了前面那個地 即是那層樓 其實那層樓是很年輕的 都是三十年多些 因為他是整棟買的 變了他就拆了它 又再現老一些 對,又多不環保 然後建了他 不是照給大家 有一個公平的跑馬地的風景 因為我們這裏是拔籠的 這邊是東風 這邊的風和太陽都是這邊來的 他就橫在這裏起發 即是橫在這裏起發 你說生氣不生氣嗎 那就生氣了 所以我們就做這件事 現在都退這麼多 變得突小一點 我們看到YouTube大家就很支持 吳太太這樣做 但是一般市民或者你的朋友親戚 會不會覺得你拋頭露面要搞事 有沒有不認同你的行為的親戚朋友 他們基本上就沒有 我自己 但是譬如在我自己做家裏那件事 都會有一些老人家 對於我這樣的年紀的人 你不要做啦 不是叫我這個同伴就不要出來啦 就是跟我拍檔那些 為什麼不出來呢 就是怕你身體承受不了 不是我自己 是那個人 因為她的奶奶是再老一些 就覺得拋頭露面 跟官鬥無法鬥的 跟雙鬥無法鬥的 不過我很明白的 我說不要緊啦 雖然你不做前線 譬如有些事情你幫忙 接啊 拍啊 她都OK的 我覺得在每人的崗位裏面 她可以承受到做些什麼 就做些什麼 對呀 好啊 現在我們反過替捕機 就是好像 我們上個星期六就罵完了 大家偷偷的罵由朝 罵到他晚 但好像都沒有什麼成果 沒有什麼成效 你感覺怎樣呢 吳太太 即是罵了發洩了就是啦 但是對整件事好像 沒有什麼幫助 都不是的 我覺得 多了人關注 是啊 起碼你說我 我不知道多少 有五萬五千多 有五萬五千多 現在可能三萬都不行 應該是 是啊 我就希望藉此 有這個機會 我就呼籲 各位朋友出來 但是你罵林聚林 你覺得他這樣 你罵他也是這樣呢 即是他又不痛不性 其實我想他都良心有愧 可能 是聽而不聞 我想他睡得不安樂 應該 應該睡得不安樂 即是因為這個 明明是一個很清楚的 黑白是非的東西 他只不過是指鹿迷馬 其實我們應該再早之前 就見過吳太 是啊 哪幾次有 這個選管會那次 你是不是好像也有去 是啊 三個人 即是走一走 我坐在選管會 後一點 你有講話那次 有講話那次 有講話那次 是啊 我記得了 你記得你不是早走嗎 你有沒有聽吳太說 我好像有 不過那次好像 你沒有那麼可愛 沒有那麼多 還未曾做這些 因為老實說 吳太的形象是很鮮明的 譬如我們去選管會 或者去什麼那些 都可能是年輕一點 如果零零四四 有個年紀大一點 但是說一些有質素 有民主派那邊 其實大家已經 即時眼前的 還有一些網友 選灣仔區議員 有沒有想過 現在很多建制派 霸著那些位置 暫時我不會 因為我心理還未準備到 遲些就算了 現在就不會了 那選管會那次 我們都覺得幾成功 是啊 然後22號那天 截止 吳太也有陪我們 最後一擊上去 灣仔選管會 差點我們約不到 最後我們就上去 是啊 我自己就去 抵著風扇 自己寫好章 抵著 打算認得信 我就自己寫章 那章 是血書來的 這些是不是血書 這章也是 我知道 你這次還帶了一些 新造的 當示威牌也好 那跟大家分享 我想告訴政府 這個 如果它通過 這個 替補方案 政府和市民 彼此都是 雙 雙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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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輸之後 日子之內 就變成雙 雙輸 黨覺得很恐怖 很血腥 不敢看 那些 為什麼呢 因為市民在這裏 和政府在這裏 爭持了這裏 其實都是有一個理由 而且這件事是 黑白是很明顯的 然後 為什麼政府可以指鹿為馬 這樣根本 他都是一個輸家 當然 當然 只不過他執著有個權 數夠票 是的 就利用功能組別 保皇黨 就將他數夠票 然後就令市民輸 所以他亦都是輸 我們亦都是輸 然後這個 如果走了之後 這條例 以後 市民的心 又很傷 在政府的管治 那方面 那個力量 亦都是很傷 以後市民 更加不喜歡 政府更加對他 所有的施政 更加是不滿 總之是 成為一個 令我們市民 很討厭的一件事 所以他都是很傷 然後在表面 這個替補方案 可以那些人 就肩頭殼 打死一個人 然後想自己上位 那就是一個月聲 所以這個是 真是很不好的事 所以我就 給政府你考慮一下 你不要令到市民 和你都是 在一個 輸面 和一個受傷害的情況 然後 我另外一樣 我就說 如果你政府 可以真的撤回 這個替補方案 政府和市民都是相贏 為什麼政府是贏 都會 因為政府 你在最後 你都能夠 懸疑立馬 即是 令到 人家 可以見到 政府都 聽市民的話 真的會想 雖然 要掙扎到這麼久 令到我們市民 但是你都是有一個 肯承認我們市民 是有道理的 所以你在市民的心中 是可以有一個 贏的面 我們市民也都出了這麼多努力 為了大家 其實這件事都是為了你自己 因為你們都是市民的一部分 今天你是當高位 你有權貴 你有榮耀 有成 你可以用隻手 然後捏住我的頸 捏死我 握得我什麼都沒有 但是問題是 當你沒有權 的時候 你都是一個小市民的時候 你都是一個小市民的時候 你就會被你當日所做的惡法 那時候你就會知道 多麼遺憾 多麼痛苦 多麼傷心 可能你要自殺 畏罪 連石禮謙都說 我現在通過了 都說 將來我的子孫問我 為什麼那時候你通過 我真的覺得 越來越喜歡石禮謙 他躲在保皇黨裡面的 比較民主思維 比較開明的人 雖然你說泛民那些 撤出了草 我也不去 但石禮謙都拿著問 我都要跟我的子孫孫孫交代 我現在通過了你 雖然他會通過的 你知道他沒辦法 但是他說 我都要交代 你跟外國的例子 人家外國沒有功能組別 那現在應該是怎樣呢 他都要政府給一個交代 你要我和你同流合污 你都要給一個說法 給一個交代給我 但是這次 會不會 他比較悲觀 因為他舊票 好像去年政改方案 其實去年政改方案 你都應該很生氣 今天25日其實是一周年 623、624、625 今天剛剛是625 我們記得都在立法會門外 想學著民主黨 他不要投那8票內 但沒辦法 他已經決定了 就必然投了 就是區議會的大功能組別 超級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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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大功能組別 你氣不氣 當然是很傷心 因為他出賣我們 民主黨 所以他們有些言辭 都是很不對的 因為當初 其實為什麼他可以有票 我告訴他 其實都有 原來 他說為什麼 有一次 不知道有些人 訪問這些選舉之後 是不是會問市民 是不是會配票 因為第一次 選舉的時候 有他們教我們配票 那些議員 我記得 到第二次的時候 他們沒有這麼說 但我們自己都會配票 就希望多些泛民的上場 所以我們真的會配票 是會選 家裡幾個人 分開那些民主派 我不是就特意叫我 新界的朋友 去投給劉慧卿 知道他問票 是啊 我和我的朋友 就是男的 就是投長毛女的 投輕姐 是啊 所以你說他 是多麼違背良心 我就覺得 你猜你當時 這次你可以坐的位 你猜你真的 你的表現是最好的 不是 是選民成就 交給你的 是啊 所以你現在 警員倒轉尾 在這裡 推出這個 這樣的 大區議會 那個 超國功能組別 我真的 很傷心 很傷心 我都要懲罰他們 不過 唉 選票懲罰他們 選票懲罰他們 跟我的理念都很相近 啊 吳太珍姐 是啊 那今次 今次怎樣呢 現在第一步 我想是七一走出來 一定可以 大家呼籲一下 用完你的功力 呼籲大家 多一個一個 七一走出來 好嗎 是啊 我為什麼會 覺得我呢 如果有這個空間 我都想 跟你的朋友說 因為看這些網 通常都是年輕人 還有我們年紀 就不會上網 現在你在網上 各位年輕人 你見到我 你叫我火爆婆婆 也好 我都不要緊 因為 的確 我在當時 我真的要火爆了 對著人 你會不會 你多不多這樣 爆火 你會罵人呢 平常 我想是對不公義的 我是會的 我見到好像越罵越慶 那樣 很激氣 尤其是後來對劉光華 和譚耀宗 那個太離譜 那樣 問答的三分鐘 是錯的 你問了人 只剩下十秒 讓人回答 你不要問我 你還要製造一些東西 好像我不懂得回答 我就覺得她特意選我 為什麼不選我 旁邊的位置是我的丈夫 我覺得她欺負我 我八爺婆 就想我 就不懂得回答 所以特意選我 李先生就是在你旁邊的位置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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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認得了 所以呢 既然你選了我 你不讓我回答 你死了 這次你不讓我回答 我還要罵你 是啊 你罵得好 因為當時 譬如友善那些會直播 即時看到你 譚耀宗多麼可恥 多麼無恥 就是這樣 是啊 不過有人那一輩子 看這段影片都替你辱緊 為什麼高官議員 欺負一個婆婆 是啊 是啊 我覺得劉光華 她是有心找我的 為什麼她正反不找我旁邊的那個 我丈夫 她就怕她懂得回答 啊 不過也沒有給你充足時間 也不讓她生氣 你以為欺負到我嗎 我就不讓你欺負了 說回呼籲大家 呼籲大家 所以你看到我 這個 你當我婆婆也好 吳太太也好 但是我也呼籲你們 將我 你拿出來 你不妨給一下你的父母看 告訴他們 爭取民主 就不只是青年人 才是去負擔的事來的 即是我們 連長的都應該是去做的 因為我們是青年人的父母 他們出生都是我們帶著他們 一直長大 而且我自己 我也有80後的兒女 我也感受到 我以前小時候 即是環境是差 即是最小的時候 但是可以說 那個社會 就是一直都給我們 可以有一個機會 去發展 還有讀書 然後就 跟著有一份 安穩的工 然後就可以養家 然後繼續可以 那個社會 又有些 譬如居屋 那些給我們可以 在一個 比較 那個居住的環境 可以改 即改善 之餘 是可以跟著 可以有些積蓄 然後一路 就是可以 更加上一層樓 那樣 但是現在 就真的 這個政府 就很差 他完全 就是把那些 財產 就撥去 給那些 大地產商 那 就把那些地 就這樣 給他勾 他現在都說 我勾多些地出來 等多些樓宇供應 但是你勾那些地出來 是那些大地產商 他買不到 因為那些大地產商 他根本就用來囤地 就算你走他 建什麼都好 你沒有說一定要去那些地 是走幾年裡面要建 所以他在那裡囤地 他也是 他也是一個 蓋樓 也是一個賣樓 也是管制樓宇的數目的人 所以他就一定是 令到 那個價錢很高 普通市民 是無法可以去買到這個地方 曾蔭蔭權你又叫人生三個 現在收回了 怎麼生啊 他說收回了 不是 不說就當作沒有 那他不說收回 就當作繼續下 哪有得知 他一改了 以後就下 沒有 他除非說 什麼 這個 製補 這個 他說 撤回 那就是沒有 如果他沒有的時候 他就有了 7月13號 會在立法會 最後一天的會期 就會二讀辯論 和三讀通過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是一個很懂得打架 懂得那些 功夫婆婆 去丙他 真的去丙他 真的去丙他 你真的 有沒有想到扮紫荊合 我會退休 退休黑玫瑰 是啊 因為我已經沒有任何顧慮 已經被女長大了 我覺得 犧牲我一個 而是可以 令到社會好的話 我願意去做 所以我現在 就呼籲 年青人 你把這個網 給你的父母 和長者 和婆婆 和太太 就呼籲他們 多些出來 因為很多時候 為何我會出來 因為多一個人出來 遊行 或者站著 多一個人 就要多一個力量 為何呢 因為現在年青人 他們很忙 因為 張特首又要我們 做些甚麼 又要讀多些書 甚麼 自俗進修 對 有些增值 嘩 讀到他們睡 都不能睡 哪有時間去理會 他這招 他這招 讀到 讓人家沒有空 去理會 搞甚麼 然後讀完 讀完 又是地產商其中一個棋子 是啊 奴隸 防怒 所以我就覺得 你們要出來 各位 九十 八十後 那些 媽媽 爸爸 因為多數 都退休 你們會有時間 日後有時間 多些出來 去理一下社會的事 因為 雖然你們說 我們退休了 甚麼都不理 甚麼都不成 開樂快樂去玩 其實我告訴你 做這些事 很快樂 是 有個高官被你指著 罵我 很快樂 罵我殺了 不過笑中有慮 是啊 不過 你就算 夠腳骨力 走完七一 我也勸你 動肢 手掌好些 千萬不要弄傷自己的身體 我以前也有走 身體不好 腳不好 那時我就走一段 然後坐電車 就去到中站 那上下還要走一段 那些人 這個可以 你賢青人教一下 父母 他算開步 還有算尾 哈哈 我也是 我覺得今年七一 如果有些人不走七一 的原因 就怕麻煩 怕在維園 困了你幾個小時 又熱又盛 真的 如果真的 比如 比較長輩 他們第一次走七一 我也真的不介意 在修盾節出發 令他們可以參與到 第一次去試一下 這一點 就不要用最 所以不要想一些負面的東西 有曬 有辛苦 有什麼 就是 散了 你 你介意嗎 告訴大家 多少钱 我呢 想是我都要保持秘密 哈哈哈哈 你們喜歡猜多少都不要緊 哈哈哈 有人說你真的可以出來 不是選舉議會 是選立法會 你對劉慧興 對劉慧興 你吃到他承認 他不可以說你沒有品味,不可以說你粗口,他又不可以用父權說你 你真的吃到他回應 是嗎?不過我可能劉慧卿都老過我,我也不一定 他說我不裝而已 明天哪個少女版的 所以我都說不要亂叫婆婆,叫姐姐 但是我都很喜歡的,因為這個是我的冠冕,我的經歷 我乘地鐵有些你們這麼乖的哥哥會讓位讓位讓我坐 其實他們都不知道讓位那個原來是一個旅盒 我覺得你的YouTube都已經可以叫醒了一些人 不是說說笑或者點擊高低,其實希望是多些人看 而看了,他們真的會去想一下 因為平時我們說的那些可能大家聽慣聽熟 就是拜就拜,不拜就不拜 但是由一個姐姐,由一個女俠去說出來 又有一種令到他們有些不同的衝擊 還有他們有一個衝動想去轉傳,廣傳 其實老實說,有些師奶真的不是很利爺 但是見到你這樣出來,意正嚴詞去訓斥這個臨狗 會令到他們覺得,其實我是不是都可以這樣呢 是啊,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這樣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長處 只要你肯去為社會貢獻一些 你就可以慢慢發掘到你更多的長處 我告訴你們 當初我不知道自己可以這樣面對別人這樣說話 是,國官喔 是啊,第一次我在立法會說話 就是在一個事件的宮廷會 本來不是我說的 那次應該是美姐 我想你們都會認識,事件的美姐 她不能說 她說不要浪費了個位子 就是臨時拉夫 對,臨時拉夫給她去說 誰知道要拿冠軍 那時候很害怕 自己很害怕 很害怕 怎麼辦怎麼辦 怕到要坐輪椅 嘩,還假裝老一點 大珊姐,我們這節的時間差不多 如果你不趕時間可以多坐一會兒 我們回來再聊一會兒子 我們一會兒就會去那個剃補機制大辯論 怎樣罵醒那些人 看你可不可以幫幫口罵醒那些所謂民主派 好啊 好,休息一會兒 江碧自勇,加上勇往直前 最後很容易是撤毀人 愛莫大於心死 那就真是罪可悲 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記著法 來自你我的心記著法 七月一號下週兩點開始 香港人網展開大型七一遊行直播 維園、修盾、漏洞直播站 全程直擊遊行現場 七一動起來 人人都是紫荊洞 香港人網敢講自好聽 三十人魂各行專業人士坐鎮 不是人魂熱魂 逢星期四晚上八點 三十人魂主持黃堅陽 香港人網敢講自好聽 這兩年內都沒有再拍拖 直至我遇到現在的這個 他就說過對他來說其實很重要 但是我就說 那為什麼不可以試試在一起 然後他就說他還未準備好 去發展另一段感情 我最想問一個東西 吃了什麼 呃...其實... 嗯... 即是吃了啦 好厲害喔 很猛烈喔 很猛烈喔 又讓我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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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讓我吃 我幹嘛要唯一棵樹 放在森林先 即是那一隻 即是我經常覺得 在情場裡面 是要出一些 unexpected的東西才行 其實你不可以分析 如果不是所有事情都是expective的 我不會去想的 不會有新鮮、不會有刺激、不會有有情 的話 你痛濟之內 所以你扭轉不了局勢 是,為什麼你們這些男人這麼煩 哈哈哈哈 解開定一夜 逢一至四晚 深夜十二點 五個一夜情 感情最好聽 2011年 南方一個小島 香港 全民變身正義戰士 齊齊上街 為公義發聲 香港人終於忍無可忍 七月一號 全民變身正義戰士 齊齊上街 為公義發聲 七一大遊行 人網沿途直播 我們需要大量義工幫忙 請各位網友踴躍報名 詳情請留意香港人網 七一動起來 人人都是紫驚涵 香港人網敢講最好聽 二千日快樂 尿你放題專門店 提提你 下一個節目是 越講越過界 超人氣的二千日快樂 尿你放題專門店 在銅鑼灣開幕了 十大系列超過二百款 刺身壽司爐端燒 跟不切酒店式烤肉及甜品吧 任拿任吃 兩小時都是一百七十八元起 幾時都有好節目 訂在電話 2782-3012